保姆虐童案持續延燒 立委王洪威、羅志強、賴斯堡召開記者會 王洪威痛批事實上整件事情 衛福部責任最大 社工和保姆都是衛福部委託兒福聯盟 甚至事發後台北市社會局兩度通報 中央政府如何能置身事外 這整個事情 它的流程就是 由衛福部委託兒福 兒福聯盟做凱凱 這個幼童的一個安置 那麼兒福聯盟 他接到這個case之後呢 他把凱凱轉介給 就是跟兒福聯盟合作的保姆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主要是由兒福聯盟的社工 他們應該負責去做 訪視了解孩子的狀況 所以事件發生之後 在去年的12月25號 台北市社會局就要啟動 重大兒童及少年虐待事件防治小組的實施計劃 所以分別在12月的25號 27號兩度 向衛福部反映 說要啟動這個計劃 這個計劃是做什麼呢 是要召開重大虐兒的檢討會議 可是啊 在去年 年底兩度跟衛福部反映 但是呢到了12月27號 台北市政府呢也做了一些措施 就是這個出事的保姆 他們就含令暫停這個保姆的新的收拖 而且在托育服務整合資訊系統裡面 把名單下架 因為避免有下一個受害者 當台北市政府去向衛福部通報之後 衛福部有沒有啟動 有沒有開會呢 沒有 他說這個呢 不符合這個相關的什麼實施計劃 最主要就說 這個計劃只是屬於家內保姆不在其列 然後又說這個是司法案件啊 在司法還在走的時候呢 我們呢就先來看一看 反正這個事件一直發展到 在這個整個事件被台北市議員踢爆之前 衛福部就再也沒有跟台北市社會局做任何反應 立委賴士堡指出 俄福聯盟董事長林志佳 曾是立院秘書長 事件延燒後 行政院長陳建仁 總統蔡英文 副總統賴清德 發現提社工會燒到自己 改稱立體社工 完全不提衛福部和俄盟應付起的責任和義務 實施打地方不提中央的責任 甩鍋給地方政府特別是雙倍 特別是台北市 你看12日前幾天的時候 陳建仁怎麼說 表示會協助地方 他可以不提中央的責任喔 蔡英文在12日他怎麼講 蔡英文在12日他怎麼講 他的發言是遺憾 臉書只發重訴 不提這個事情 賴清德講什麼 13日包吻檢討 地方態度批評力挺社工 這三位啊 你注意看到他的箭頭很清楚的 就是帶風向就是什麼地方政府的問題 有一個單位很重要 這是衛福部等於委託給俄補聯盟的 喔 你們都不太碰喔 各位 你注意看到 為什麼不太碰 董事長是林志佳 原先的立法院的秘書長 以前是台領的 到底綠的啊 他的執行長也是綠到可以的 就是變成很一樣的台盟 接受社會幾十億的捐助 結果被董事長執行長 把他政治化了 這才是令人覺得很難過的地方 這件事情 倒倒地底是一個社會安全網 不夠的一個問題 不應該扯上政治 可是現在幾乎從中央開始 綠營的車輪網軍鋪天蓋地的 一直就要建置台北市政府 立委羅志強認為 事發後台北市社會局一直積極要啟動 重大兒童及少年虐待事件 防治小組實施計畫 曾二度向衛福部反映 卻未得到任何回覆 整個案件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那請問衛福部對於俄福聯盟的監管的部分 你有沒有盡到足夠的責任 那在對俄福聯盟的監管的部分 有沒有存在所謂的監管的缺口 存在所謂的監管的不死 所以從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第一個要檢討的就是 衛福部跟俄福聯盟之間 這整個監管的系統 監管的法制是否完備 台北市政府是在悲劇發生的隔天 接到通報的同天 然後三天內兩度要求開這個 額虐的檢討會議 衛福部是反對的喔 我再強調衛福部是反對的喔 可是新聞爆開之後 你又回頭說你要開 那為什麼當時 台北市政府要你開你不開呢 三位立委同聲批評 認為衛福部直到社會壓力炸鍋 15日才召開專家諮詢會議 但之前都在為中央謝澤 只會做政治語言 完全沒有面對事實的勇氣 記者離奇會台北報導